好,各位看一下頭影片 嘿 等一下下,不急 好 等一下我們 接下來我們要做一台風力車 那你還沒開始做之前 還沒開始做之前,我要讓你看 風力車到底長什麼樣子 要不然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好,不用看頭影片 你看我的手 所以你的眼睛看這邊 好,待會我們要做一台車 然後呢 我把開關 弄上去 它會有風扇就會開始轉了 所以等一下你會帶這一組回去 那這一組的材料通通在各位桌上 只是要怎麼做 我們的時間很有限 因此你要跟著老師來做 才不會讓後面的大哥跟大姐姐 幫忙debug 要花很多時間 當然我們這個是科學探究 所以你回去之後 所有東西通通可以全部拆掉 你可以自己煮一台 如果家裡有相似的材料 你甚至你不想要用這個塑膠 為什麼會用它的積木 因為今天我們看一個小時內 就可以煮一台出來 原因是因為你不需要去切割 不需要去採 不需要用到美工刀 我們只需要先把積木 用它既有的框架把它組起來就好了 如果你要把它做得更科學 來各位這一個尺寸 每一個洞代表一公分 所以你可以數數看 我這個框架的車架 到底有幾公分長 幾公分寬 高度多少 我的齒輪有多高 都可以算得出來 然後輪距多少 這都可以算 那今天這個封閉車 最重要的是後面的實驗 所以前面這一段時間 我們需要在10到20分鐘內 至少20分鐘內 可以把它組好 我們才可以做後面的實驗 好不好 所以你就跟著老師的步驟 一個一個先做 那如果你想要改變 或者是要做測試 可以等到帶回家之後 再可以去玩 可以做得到 如果開始的話 你今天要看要這樣做 所以我們現在要把它切換到 我們投影片 投影片我們的同事 林淑欣老師 今天本來是要幫大家上課 我一定要把他名字秀出來 這個這要念心 因為他明天母親節 他媽媽剛好生病 所以趕回宜蘭去看他媽媽 所以今天他就不能來了 所以我們要謝謝淑欣老師 準備這個PPT檔給我們 所以一開始我要先把頂下 下面這個車架要先坐起來 那車架在坐的時候 因為很多小朋友不是第一次玩 你可能自己知道 可是更多小朋友還沒玩過 所以我要先介紹一個工具 你一定要仔細聽喔 來一個工具 就是等一下大哥哥 會發一個黃色的扳手 那為什麼要給你扳手呢 因為你可能會不小心弄錯 可是做這個扳手下去 不是很浪費時間 其實是因為如果發下去 各位在弄這個挑逗的時候 會到處亂飛 所以一定要先示範給你看一下 好 第一個 這個扳手有兩個端點 一個寫A 一個寫B 有沒有 不認識AB的舉手 真的 爸爸會教你哪一個是A哪一個是B 好 A邊的端點是 這個是窄一點的 B的是粗一點的 然後我們今天這個叫軸 這個叫做結合鍵 這個結合鍵 就是讓你把積木跟它 可以這樣扣在一起的 我們壓上去 它就很緊 你就不會動 只會不會這樣拔出來 這樣很容易拔 可是我要把這個拔出來怎麼辦 沒有這個工具 有些小朋友就用牙齒拔 用咬的比較快 有些人會把剪刀拿出來弄 可是你會把你的塑膠弄錯 所以不行 公慾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我一個很好的工具可以用 這時候各位就要把A端點 塞在這個紅色的軸扣 它有一個凹槽 各位可以拿一小顆起來看一下 拿一顆紅色的結合鍵 對 紅色痘痘 你把它拿出來一下 然後你會 不要塞到吸管裡面去 好 吸管收起來 好 然後你就可以發現 它是不是有 內側有一個小凹槽 對不對 好 來看一下老師的手 現在手眼睛都看著我 來 看著我 看著我 然後我的手指頭 扶著它 然後這樣一壓 就起來了 如果我沒有扶著它 它會怎麼樣 一壓 咻 就彈到別人去了 或者你就找不到你這個走孔 你看馬上找不到你 謝謝朱老師 所以這個時候各位知道 扳手優主 這個又是槓桿 對不對 我們也是隨時都在用科學 好 再扣回去 這個工具就會用了 好 就這麼簡單 只交你的工具 你後面 通通可以起來了 好 我們結合原來的同一片 現在開始來教各位 什麼組 剛剛有個小朋友說 為什麼老師你同一片的是藍色 我們的都是白色的 很抱歉 我這次訂來 它是通通送白色的 因為沒有那個限定 你看看這邊 為什麼老師剛剛要先說 你當然可以 我這張圖 你會等一下子 你第一個點 就是你看看這個摩字形 這個長方架子 有兩個凸點在下面 有沒有看到 它是朝下的 這一個的兩個凸點是朝下 這兩個的凸點是朝上 這兩個的凸點是朝上 這兩個的凸點是朝內側 因為等一下 就要把這個立起來 插在這兩個位置上 這個立起來插在這位置上 然後等這個立好之後 這一個摩字形 要插在他們兩個的最上端 然後這個是立在這一邊 所以老師把這個尺寸排好 弄起來就會 右側的這張圖 這樣有沒有問題 所以很簡單 你以前有玩過的一定很快 沒玩過的做一次就會了 好給你兩分鐘時間 把這個車架架起來 請開始 我已經有人做好了 很好 好 等你齁 好 因為在旁邊的大哥哥大姐姐都有訓練過了 不會的話跟他們求救 他馬上就會教你 他馬上就會教你 好一分鐘裡面就可以煮好了 好 煮起來就這個樣子 好 煮起來就這個樣子 好,都不用急了喔 好,如果完成了 开起来给我看一下 就是要这样 大家都非常的有天分 很合适玩积木 好 那现在 我们要各位先把这个拔起来 刚刚你不是把他套上去,对不对 好,我先跟各位看一下 为什么等下拔起来呢 因为我们要先装一样东西 待会我会再包上去 没问题,很容易拔 因为我们现在要让各位 下一个步骤 我要把电磁盒装上去 这个拔起来 对喔,OK了 这个很容易拔起来 两颗结合筋应该会黏在上端 好,没问题 我坐下来好了,这样看得比较清楚 这个时候板手用得到了 好,接下来这个动作 来,你的电磁做 好,可以把眼睛看着前面的一幕 如果你看得到我就直接看 不行就看一幕 好,这里有一条束带 很像束带 可是它其实是一个 那个里头装有铁丝的 一点可以缠绕的一个线 然后这个线要从哪里穿呢 来,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电磁盒里面有好多洞 对不对 那你不要穿在最内侧那一个 你可以穿外面 或者中间这两个洞都OK 因为我们就是为了要固定 好,我穿的是中间这两个洞 好,就是第一、二 第二个跟第四个洞 好,穿好了对不对 好,穿好之后呢 我要从这个位置 好,这里把它穿到这边来 一样我也是挑 从里面往外穿 所以你的线是要从外侧出来的 对,都对了 好,只有我错而已 好 里面往外穿 好了,哦,大家弄得不错 然后呢,这个电磁盒需要固定在 这个 这个长方架上面 所以我就穿 一样穿到第二跟第四洞 好,然后这样把它缠起来 缠紧就可以了 把它转紧就可以了 好,这样各位有没有问题 很简单 然后至于电磁盒的这个线要在左侧右侧没有关系 好,在左侧右侧没有关系 记得要把它缠紧 好,让它不要摇来摇去这样应该就OK了 好,然后把它绑在方架上面 好,我看 如果完成了,抬起来给老师看一下 哎,不错不错 哦,看大家都越来越有经验了 好,可以了哦 好,这时候呢,再把刚刚的那个,这个小的方向 直接再压上去 好,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的顶端要完成就是这样子 来,各位看一下哦 好,至于这个线黑的红的,谁在上,谁在下,没关系 好,没关系 这样就会刚好平整 好,为什么老师该要把上面这一块拆掉 是因为你等一下转这个,转这个线比较好转 好,OK了哦 哎,好的话一样,抬起来给我们看 我就知道大家做的进度如何了 还有,还有困难的举手,我才知道 好,OK了 我们来,我们现在要看下一张粉片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装马达 这个小马达要装之前 好,要装之前,就是长这样子 好,马达位置装在哪里呢 好,就装在这边哪里 各位请先看头影片 好,我要所有的眼睛都看头影片,或者是看我 好,三,二,一 好,很好,大家就看头影片 马达要装在哪里呢 装在这里 然后你的 你的材料包里面会有一条束线 有个束带 好,来 没有 好,束带还没发 束带他手上 因为怕你们乱玩 没有 好,因为束带很容易扎错 束带很容易扎错 来,现在我们请大哥哥大姐姐把束带发下去 然后,等一下我要请各位摸一下束带的两侧 长得不太一样 好,束带各位来摸一下 好,你拿了束带 仔细看一下哦 有一边是粗的,一边是 粗粗的有尺,对不对 一边是平滑,光滑的 好,然后呢 好,摸一下,对不对 然后你要穿进去的时候 来,各位看一下 另外一头 有没有看到另外一头 另外一头是不是有一个方形的 方形里面是有一个凸起的点 好,各位来想想看哦 你还没穿进去之前 你先想想看 我把这个束带扣进去的时候 它其实是被里面那个小弹片顶住 它就会拉不出来了 所以要哪一边朝上它都会顶住 哪一边朝下不会顶住 这样各位知道吗 好,那我们现在的动作就是要 好,我们现在的动作就是要让它 把这个马达固定在 固定在这上面 马达固定在这上面 我们等一下的那个家长可以帮忙一起处理一下 就是它的凹的就是有吐起的 应该要再下侧 它才会卡卡卡卡卡的声音 那你弄错了也没关系 因为我们可能就是老师现在把它弄过去 好,拉一下 能不能拔出来 你这样卡卡卡的声音 这时候拔不出来 那个怎么办 就没救了对不对 你要再拿一条新的 所以真的,真的弄了哦 没有,不要紧 然后如果你家里 我们家的先生都这样玩 拿一个针 底底架 其实你就可以拉开了 这样各位知道吗 那现在为什么叫你不能这样玩 因为我们是要跟他竖在一起 好,所以我有另外一条 好,这样各位知道吗 所以刚刚为什么不让小朋友先玩 就是怕像现在这个动作 你一弄进去 听到卡卡卡的声音 你就拉不回来了 这时候这样一个东西 顶住它才会不会弄出来 好,如果你确定知道了 先把它穿到 这一个 就是在这一侧里头 先把它穿进去 我们要把这一个固定在它的上方 好,固定在它的上方 所以请各位拿一条束带出来 有,我有 好,有有,这个姐姐给我一条束带 好,然后记得我的扇叶是要在外侧 所以扑出来的点要朝外面 这个,轴心 轴心是朝外的哦 轴心是朝外哦 然后这样这样子 好,来,我弄给各位看一下 好,ok了哦,然后弄上去 然后扣上去 好,如果没问题 我们就请大家开始动作 好,如果没问题 我们就请大家开始动作 好,我们换到口语机上面了 各位可以看一下 好,这里 插线带光华庙朝外侧 好,还没讲完 好,已经有小朋友问我说 为什么螺旋桨装不上去 因为还没讲到那里 因为脸一样东西还没发给你 买整了吗 好,那我们下一名大哥哥大姐姐 帮忙发一样东西 我的螺旋桨不能直接穿上去 因为太松了,对不对 所以有一个黑色的痘痘 好,来,所有的眼睛看我这边 还是你帮我看一下 所有的眼睛看我这边哦 不然等一下这个痘痘发给你 没有,就掉了就没了 我们会发一颗这一个 这一个 黑色 好,这一颗 小小这一颗 好,有没有看到 然后这里有一个螺旋桨 好,这一颗先把它塞在螺旋桨里面 塞到满 对 老师需要眼镜啊,真的 等一下 我戴眼镜就看得到了 就知道我的年纪了,很好 好,塞进去了 来,各位看一下 塞起来就是这个样子 好不好,塞平 塞平了,有看到哦 是平的 OK,塞平之后 然后你再把它 霜到你的马达的前端 这样塞上去 要记得 我们老师刚刚第一次做的时候 你做完的时候 你要这样动动看 它如果可以转 才是OK的 可以转才OK 如果你像我老师 刚刚有一个这样 塞得非常的进去 它不太,卡得太紧了 没有办法转 就不行 所以你就之后 再拉出来一点点 这样子 所以你手动的时候 它是可以转得很顺的 这样才是成功的 好 好,要这样顺哦 要很顺畅 应该可以 像这样谈就OK的 很棒 好,所以风扇有很多种形式 也有这种三叶的 然后我们今天成本比较凶 因为这个风力比较强 所以买给各位这种遥控飞机 那个模型飞机的三叶 这个三叶有个缺点 因为它比较硬 所以打到手会痛 虽然不至于受伤 可是会痛 好,已经 好,已经有那个 八八握完成了 好了吗 好 记得你这个组装完之后 你把这里什么 剪掉 把这里剪掉 好,不要粗粗这一条在这边很碍眼 你可以把它剪断 固定好之后就可以剪断了 好 接下来呢 就要帮忙把车子装上轮胎 轮胎要装上去 那你已经很会装了 因为刚刚你都装过了 好,麻烦各位把四颗轮子装上去 我们就会在三点半准备 把这辆车做好 你看 大家神太厉害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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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如果我們安裝好輪子的時候,記得軸扣 走過兩種做法,有一種做法是把它扣在內側或者是把它扣在外側都可以 那個指紋固定器,把它這麼走扣 避免它的軟質這樣跑來跑去 好,這台車是不是比剛剛氣球車看起來比較浪一點,專業一點 只差沒有車門 好,成功了嗎?成功了 各位小朋友,請你把手抬起來給我看 我們還有最後一段還沒做,就是把線接上去對不對 有人已經通路接好了 如果都OK的話,把你的帶來的電池裝上去 然後轉起來像我這樣子 就可以動囉 我已經看在我再跑了 好,先關掉喔 不然等一下電池沒電了 OK,好,請各位小朋友回到位置上 所以眼睛看著我 我要讓各位來做一件小的實驗 來,我們要先來測試晒夜的轉向 老師,你看我的滑鼠 第一個,你們兩個一起玩 如果兩個一起來的 一個幫忙扶著車子,另外一個幫忙接線 老師,要你們來實驗一件事情 這件很重要喔 這個跟我們的物極地板有很大的關係 好,各位先實驗看看 你可以先扶著,先不要動喔 我先講完再開始動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馬達上面有兩個街頭 有一個點在這裡 好,看螢幕喔 一個點在這邊 看到了沒有 一個點在這邊 一個點在這邊 好,你的線有兩條 一條是什麼顏色 黑色 一條黑的 一條是什麼 紅的 好,現在老師要求各位 每一個人都一樣喔 把黑線放在右側 方向跟我一模一樣 黑色接右邊的端點 紅色接左邊的端點 然後把開關打開 然後告訴我們你的電風扇的風 是往哪邊吹 好,請開始 老師我們沒有帶電池 你們沒有帶電池喔 我們帶錯了 好,好 帶錯耗電池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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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風扇哪一邊吹 右邊吹 你的右邊是哪一邊 好 來 我們來定義一下哪一邊是車頭 哪一邊是車尾好不好 來 電池這端我們把它當成車頭好不好 電池這端是車頭 這邊是車尾 所以你風是往車尾吹的舉手 風是往車尾吹的 就是你感覺風是這一車的舉手 有齁 好 然後你風是往車頭吹的舉手 往車頭 車頭我剛剛定義是什麼 是電池這邊 往車頭吹的舉手 好 兩種不一樣的齁 好,請放下 來 有兩個關鍵點要跟各位偷偷說 第一個關鍵點是我們的扇葉 有的人扇葉莊這一面 有人剛好是180度磚 另外一面 第二個關鍵點是 等一下 你可以把我的正極跟負極 這兩個交換位置 表示馬達那個軸心轉動的方向 本來是順時針會變成逆時針 或是本來是逆時針 現在就變順時針 所以風扇轉的角度 那個風的位置就不一樣 那現在出一道題 如果我希望 很仔細的一聽 我現在出的題目是 我車子放下去的時候 往車頭的方向跑 車子放下去的時候 只要往車頭的方向跑 請問你要怎麼實驗才會成功 好請開始 然後成功在地上跑一次 你看一下 來來試試看 可以開始實驗了 要往車頭方向跑喔 成功 好開第二組 成功了就可以回去了 那是對的嗎 他是對的嗎 他是反的 反的話自己改裝 來再來 好妹妹麻煩那個大根哥 我幫你檢查一下 那邊也可以跑 好 要往車頭跑 我們的車頭意思是什麼 電子盒的方向喔 成功了喔 哇大家都很棒喔 太好了 來下一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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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了喔 哇大家都很棒喔 是有版權的這樣 全部要往車頭跑 因為才能做下一個實驗 好 好 要來這邊檢查通過喔 採用算數喔 好 我們兩組可以檢查 一組在那個 十一十二組那一邊 那個地上有大根哥會幫忙檢查 然後這邊朱老師要來幫忙檢查囉 要往車頭方向跑 好 後面的要換位置 好 不錯 那一張桌子很好 不錯 不錯 那一張桌子很好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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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等一下 謝謝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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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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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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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来想想 跟刚刚的气球车 有没有一模一样 对 跟气球车一不一样 一样 对 气球车气吹出去的方向 会推翻回来 让你的车子往前跑 对不对 所以你刚刚老师 为什么规定你要全部车子往这边跑 因为我们实验可以一起来检验一下 不论的方向对或是错 好这样各位会了 有没有问题 好没问题 我们下面做第二个实验 好我们朱老师比较慷慨给很大片 其实我们只要这么小片就好了 好这个动作呢 我只要各位把它绑上去 你不用切哦 不用切不用切 因为我带来的比较小 你可以用这么大片绑上去了吗 实验结果都一样 实验结果都一样 大片小片都一样 好绑好了之后 请你把风扇一样打开 然后这时候摆在桌上 来告诉我的车子有没有在跑 还有人在跑耶 好你看老师的风扇有没有在吹 有有没有挡住 可是完全不好了 然后你感受一下有没有拨 好拨一感受一下那个拨 被被挡掉了对不对 拨吹到哪里去了 左右两侧去了 好我们再把它关掉 哇这个到国中才有机会做这个实验了 我们都提前在玩这个 还蛮好玩的 来所有的人的眼睛 我们有一个小秘密要告诉各位了 小秘密要跟大家讲哦 我们说我们的题目叫物极必反对不对 然后可是在物极必反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 我跟这个这个空气有往这边推 他这边反说一定回来对不对 可是等到我如果像这样子被我打住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个气已经跑到哪边去了 被引导到左右两侧去了 所以没有机会让他往这边推 像这一台就是这样子 对 可是那一台为什么可以跑 我的手衣服在这里 几个家长好厉害 因为这里不够高 气从哪里出来了 上方 所以他还是有很多力量 是从这个正 他的正后方往前推 所以他还是会跑 然后呢 如果他摆的方向是这样 对 摆的方向是这样 也有可能会跑 因为呢 我们的扇业比较宽 所以还很有 鱼的气流 会从左右两侧 所以他的宽度如果比较窄 先跟我讲完 谢谢 好 所以如果有他的马达够强的话 因为他这一台的电池是用碱性电池特强 所以他的转的都比别人还快 所以你等下来试看他的功力真的很强 超痛 超强 来 朱老师再来一次 你看这个完全声音很大声 这个都没声音 因为他跑得很强 所以他速度会特别快 很凉 风力很大 所以有机会让他从两侧把风吹出来 所以他还是会跑 各位知道 你的不会动 因为我知道 因为你的电池比较弱一点了 好 这样各位知道我们的小命运了吗 可以 然后老师到原住民部落学校去推这个活动 他们真的很有创造力 他们很厉害 他说老师 他说老师 你讲了那么多 我发现 有一个 他也很有创造力 他说 你这样讲太辛苦了 我有一个更好的做法 他把我的结构改掉 他改成这样弄 你原本也是这样 你原本也是这样 好赞 他把这个两个扣在上端 然后这样放 放上去之后呢 老师就可以做一个便衣的控制 很简单 因为他可以转向 弄错边了 这个 他会变成像一个螺旋 就像一个那个舵 风反的舵 他可以转这个方向 转这个方向 转这个方向 然后我就不用用直的 用横的来解说了 所以小朋友们很厉害 永远都会玩出我们没有想象到的方法 所以这样也是一个做法 所以等一下各位也可以实验看看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风利车 今天各位可以把它带回去 然后回家之后 你想要改变形式 也通通都可以 好 这样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都玩玩了 有没有被打到的 很痛的 他说这个要管他 来 谢谢 OK 好我们怀到头影片了 我们要做总结 没有那么快就下课了 我们刚刚让各位看过说 加了TP塑胶板之后 提供电力 就可以再改变方向 或者停住不动 原因是这样子 然后所以来我要问各位一个问题 我在头一边上没讲的 你觉得在海上的船 如果是用forpeller 就是用这个的话 我们现在风力搅动的时候是空气 对不对 然后如果我把这个东西摆在水里面 搅动的是谁 水 水的密度比风大很多 所以它的力道要更强 就可以让船怎么样 往前跑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不是 我们今天玩的只是风力车 因为我是用电风扇给它 就是用风自己来照风 如果不是的话 我在船的话 我搅动的是水 所以它推动的力量又不一样 所以各位可以去玩玩看 好 所以我们来总结 有板子跟没有板子的差别 在哪里 有板子就不能动 好 行进方向有机会改变 对 它可能会停止不动 可是有没有办法改变它的方向 不行 因为我风扇吹的方向是不变的 对不对 所以不会改变 速度有没有改变 就会了 因为被挡掉一段的风 所以速度会改变 然后风扇到底是往前吹 往后吹 会改变车子的行进方向 然后板子放的位置 会改变行进的速度跟它的方向 所以还有它的角度 就我们刚刚说的偏转的角度 会有影响 好 所以我们的大概这样子就结束 可是各位哦 你可以设计你的风力车 回去可以继续玩 那老师后面有桥有几张 这个本来是要给教师演习的 跳过去 好 我们其实有讲出来 这个在国小的课本 三年级六年级六 都有加到这些了 所以有些配合的 好 各位 跟风帆车一不一样 你觉得一样的举手 不一样 好 请帮一下 不一样的举手 哇 好厉害哦 这些小朋友 请帮一下哦 风帆车的 风的动力 我是抗反大力的 哇 掌声鼓励一下 呵呵呵 风帆车的动力是风大自然吹的风 而不是我们现在用我们的电力所造出来的风 吹两者是不一样的哦 这个我一下要比较一下 我们也有做 好 你也可以在家里做 用小光碟变 也可以做类似这样 然后 你一样刚刚PPE塑胶板 好 然后也塑胶 也可以做一台 好 用一个小轮子 用那个 保利容 然后 这个如果回去做很简单 你今天已经有基础了 回家可以去玩 重点是 老师有一个助理很好玩 他说做一台非常漂亮 都不会动 原因是什么 你猜 因为 不是很轻 哎 说得好 他的木棍 是黏在这个板子上的 你觉得他有没有机会动 没有 没有 有 用手很力 不用脸推他就会动 好 所以 来 各位小朋友 我们有一个秘密 藏在这里 你们要仔细看 不然回去 你会做不出来 车子的底部要连接一根吸管 吸管里面 在穿一根木棒或竹签 才有机会让你的轮子动 如果你把你的竹签直接连在这个板子上 你就只好自己用手推 这样知道吗 好 做出来就是这样子了 很容易就可以 所以 嘴巴一吹气 这台车子就往前吹 所以这台固定版的这种车 这种船 车子 各位都可以回家自己玩 好 这是bonus 因为今天大家太乖了 好 谢谢各位 欢迎我们回去再努力的再玩 我们回去再努力的再玩 好 好不好玩 好 回家要不要继续玩 好 回家 回家是不是有好多实验可以继续做 对 对 你可以改变那个板子的角度 看会有什么改变等等 好不好 就 我已经在玩了 对 欢迎大家继续玩 欢迎大家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讲 明天是什么节 母亲节 所以我们 每个老师 他自己也是 你知道 他是妈妈 所以今天还来陪我们 然后陪在座 是母亲的请举手 在座 您有母亲身份的请举手 好 那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 可不可以一起住 你自己的妈妈 还有 全天下的妈妈 什么 母亲节 快乐 好 谢谢 所以我们今天活动很棒 谢谢我们美生博士 然后我们 帮他一个感谢庄宗 哇 谢谢 每次都很感动